为了在男尊女卑的财阀也加生活下去 女孩女扮男装整整十年 可此时的她却偏偏对男人动了心 女扮男装的恩诚还并不知道爱情是个什么东西 她只知道面对起那个男人时 她会脸红心跳 情绪也会根本不受控制 单纯的恩诚以为自己生病了 她将自己的情况描述给姐姐听 姐姐虽然脑子不太好使 但书本上的内容却不会骗人 她分析出恩诚出现这种状况 是因为体内同时分泌了六种荷尔蒙 听到这番话的恩诚有点懵了 所以自己喜欢着那个男人嘛 可恩诚不知道的是 这边的青岚正在计划着促成罗希跟道贤的婚姻 因为成跟拉宫比赛的事情 青岚便开始想方设法地替儿子找一个坚强的后盾 于是她将视线转移到了SF集团的薛会长身上 罗希一心想嫁入豪门 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制造偶遇百般接近着道贤 只要罗希能够尽快跟道贤结婚 那一切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他们本思考着该如何尽快安排一切 外婆却在这时接到了SF集团小女儿道恩的电话 俩人之前因为一些琐碎的响事闹到了警察局 在得知对方是SF集团的女儿后 外婆为了帮罗希牵线 也一直故意跟她打成了一片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电话来的正是时候 外婆邀请道恩来家里吃饭 而道恩也激动的不行 在上次对恩成一见钟情之后 她就调查到恩成是黄牛酱油的二儿子 也是这个外婆的孙子 但等她带着礼物登门拜访 等了整整一天都没有等到恩成回来 不过吃饭的时候 她却从罗希的口中以外得知自己哥哥跟恩成竟是室友的关系 为了能够见到恩成 道恩提议明天将恩成还有自己哥哥一起叫来吃个饭 秦岚当然求之不得 但棘手的问题也来了 她该怎么跟恩成开这个口呢 于是青岚说着自己最近都在看爷爷的脸色 所以希望恩成能够回来走得过场 并将是有意气带来 显得自己大方体贴 恩成也没拒绝 这种事情她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可很快 薛会长就得知女儿迷上了黄牛酱油二儿子的事情 薛会长一心想将黄牛酱油吞并 她怎么可能会让宝贝女儿跟他们的儿子在一起呢 于是薛会长立马通知了道贤让她帮忙拦住妹妹 但此时的道恩已经带着礼物来到了宿舍门口 开门的正是恩成 她激动地就扑进了恩成的怀里 还热情地将她拉到了沙发旁 恩成一连忙 她根本不认识面前的女人 没有办法 道贤只能解释着这是自己的妹妹 结果道恩根本掩藏不住对恩成的喜欢 甚至还直接坐在了恩成的身边 一边犯着花痴一边不停撒娇 但就在这时秘书走了进来 他们是来抓道恩回家的 道恩被抓回家之后 晚上去吃饭的就只有道贤跟恩成了 俩人走在路上调侃着道恩 恩成也很是疑惑为什么她会迷恋上自己 恩成愣在了原地 看着道贤的回眸一笑 她的心里也说不出的幸福 可等俩人来到家里之后 秦兰跟外婆热情地将道贤请到了沙发堂 接着就实眼色让保姆将恩成带到房间里去 她并不打算让何明跟恩成上桌 而是将俩人关在房间里吃剩菜剩饭 保姆将秦兰母女想让道贤做女婿的事情告诉了俩人 还有道贤是SS集团儿子的真实身份 此时的外面 罗希正假装不知情地走了出来 在这里看见罗希 道贤也十分惊讶 于是这场饭局就变成了丈母娘间女婿 女婿见家长的戏码 秦兰跟外婆不停地撮合着俩人 还说这几次偶遇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每当道贤问起恩成去哪里了的时候 秦兰就三两句话推脱掉 恩成坐在房间里根本没有胃口 他十分低落 甚至感觉到了一丝心痛 他想要出去看一看 警状见几个人有说有笑开心到不行 于是恩成选择回避 穿上衣服就独自离开了家里 可等他走到宿舍楼下 道贤竟出现了 知道恩成没吃饭 他特意跑出来打算回宿舍给他煮泡面 道贤向兄弟般搂住恩成往宿舍走去 哥俩人在一起的画面 却被不远处的罗西看见了